欢迎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得的位置是在印度的孟买 孟买是印度西部的一座滨海城市 是印度重要的贸易中心和港口城市 孟买是印度整个国家人口第二密集的地区 仅次于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在这里住着大约有2130万的人口 而且孟买也是印度最富裕的城市 这里的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冠绝印度所有的城市 作为印度最发达的城市 孟买也有一个别称叫做印度的小上海 近来它被称为印度版的上海 但是与我国真正的上海却有着非常大的差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城市建设和规划 距离我国的上海最少也有十年的差距 但是印度人却不这么认为 曾经还有很多人说 如果孟买再不努力 20年后就要被我国的上海追赶上了 真不知道他们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值得肯定的 那就是孟买的这座城市里面的汽车 真的是非常的少 平时根本就不会发生堵车的现象 我们看看这边是印度的一条主干道 车辆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很多 所以说孟买不堵车的现象是已经超越了我国的上海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经是孟买最繁华的地段了 但是在它的旁边却有着全亚洲最大的一座贫民窟 所以说孟买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一边是富人的天堂 而另一边却是穷人的地狱 贫富差距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 孟买是印度的娱乐中心 也是印度电影的诞生地 印度电影业的中心宝莱坞 连同它的最大的摄影棚也全部都位于孟买 所以说要来印度旅游的话 想去好一点的地方 那么孟买是你必须要选择的一座城市 好了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